在今天的大台北爬爬狗单元当中 要带你来长羹商圈 这里吃养生饭卷 年轻的老板想要给民众最养生的料理 因此推出客制化的饭卷 料好实在颇受顾客好评 因为有啊常来买啊饭卷 还很好吃 蛮特别的 杏鲍菇 杏鲍菇饭卷 因为它菇还蛮好吃的 很特别 就外面没有这个东西 口感扎实的养生饭卷 共有七种口味 每种材料都是手工制作 业者针对现代人的养生需求 每天清晨五点就来料理 姜黄饭和红麴饭 虽然才开业两个多月 但已累积不少固定主顾 吃起来哦 那个口感很滑溜 然后饭很Q不会很硬 然后啊那个料啊扎实 吃起来物美价廉 给人家有一种神心气爽的感觉 年轻的老板住在投园 家里开的是池上便当 从小耳濡目染 习得好手艺 选择在基隆开业 全品缘分 每样食材 老板坚持手工料理 这样才能控制品质 煮饭的时间 我们早上大概就从 早上五点左右 然后就开始 十分钟煮饭开始 那手工的材料部分 每一个都是用手工制造 全部早上采买 然后当天现做 所以材料都是新鲜 然后很合口 我们卖的是素食海苔饭卷 那主要就是有姜黄饭 跟红菊饭 那都有自己 每一条都有加入 我们自己 自己手工制作的咖喱丼 那就是会让饭的风味更香 那我们口味总共有七种 就是说一客人的需要 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口味 原本家里在做食尚饭包 那现在就是说 希望让大家能吃得健康 所以借机会 然后摆素食 让大家能多吃健康的东西 老板娘指出 希望以最养生的健康料理 让顾客吃尽健康 我其实我们要给一个 现代人一个很健康的概念 那它有别于以往的 那个养生海饭 就是我们的饭是 红麴饭跟姜黄饭 那红麴饭跟姜黄饭 就是一个健康概念 因为它是靠来养生 那因为现在的人都是吃得比较油腻 所以我们主打的东西 都是让客户可以客制化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你要吃什么口味 你可以选择你要包 什么样口味的饭卷 所以我们就是让客户做一个 就是客制化的经营就对了 我们现在是蔬食主义 所以我们是全部都是 以蔬食养生健康为主 我们没有任何的肉类 对 那我们每天的食材 都是现煮现包 那每天都是限量供应 吃到业子的用心 不少顾客带着孩子前来购买 用行动给予肯定 吃起来口感就蛮特别的 因为它做的比较养生 因为我们很喜欢吃这边的饭卷 小朋友也很爱吃 主打姜黄和红麴口味的饭卷 内容实在分量足够 每天还有特价口味的商品 以健康为出发点 业者用心料理 要让顾客吃到美味的养生饭卷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